那個人的話是我的 那個茶餐的話是我的前方式 然後他就問我說 就是能不能幫忙 就是用我學生的身份 然後去幫他買 購買那個蘋果的產物品 這樣 然後填了一塵 然後他就想說就幫忙一下 所以我就過去 然後就去貼那個 那個品牌 但是後來我想說 又想人不對 因為想說 就是如果是用學生茶餃的話 其實五千塊的話好像 他們好像給我五千塊 他也活不來 對 那畫的是什麼樣的畫質 他們就只是 就是會給我錢 一些東西 然後就是會有那個 他又說會有一個資料的公司 然後打電話過來 對 然後他就會 就是教我們 怎麼跟他說 怎麼跟他說話 我們看東西公司印最大嗎 對 他們就叫我們說 我們趁手拿到商品 然後買了什麼東西 所以 因為我現在畢業了 對 跟那個時候被騙的時候 玩的學生 對 對 那有同學也比較有嗎 聽說是有的 然後也有從他人下來 選的 所以只問他叫那五千塊 對 就說成這樣一個 剛剛的 下文貼信領 你會覺得 林跟通訊號是有 我會喜歡他 是有關的 我覺得是有關的 因為到時候他會給我們 簽一個 就是跟通訊號 就是 一個跟通訊號無關的 確別式 就是 表示這個 交易跟通訊號 沒有關係 他們只是借場定額 這樣 第一 他們第一次 沒那麼安全 所以應該是沒那麼安全 第一次貸款的 前面一兩三次的分期 他有幫我付 所以我總共的分期 只是一年多 兩七萬塊的 賣 一TB 然後第二次的話是 iPhone 15 Pro 四萬左右 所以兩個都 加起來的話是 我 剛剛開始 第一次的分期的話 他有幫我付 所以那時候我算是 想說 我好像是相信的 所以我才會去辦 第二次的貸款 這樣子 然後後來第二次貸款 他們就完全沒有幫我付了 對 然後剩下的分期的話 就是慢慢的 就是我自己的貸款 這樣 你幫我做一點 我現在全部了 大概一兩個月了 你一直要講多少錢 一起 兩個貸款加起來 然後一起是 一個月要找 七八千 怎麼樣 到這個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簽文 然後其他離開 這幾分鐘後 好像越來越 好像越少越不對勁 對 你好像會出現好嗎 後來他好像說 就是有人 有人去報案吧 什麼的 然後他又說 如果沒有在辦第二次的話 他可能會被告 之類的 這對是民進結犯嗎 是我請同事的那個妝 那他必須請你幫忙 要隨便架 投資 手機跟單機嗎 要學生得身份 然後去代盤 手機跟單機 他就不是說 就幫忙嗎 然後我想說 好 可能就同事 同事直接 幫我幫你上忙 好 的 一次通常 你會請問 你會隨便喔 啊 你會隨便嗎